在一些别的国家的这种警民冲突 我相信媒体是不敢站在这个位置的吧 因为那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这边是警方那边是示威者 中间就是媒体 媒体全是看着这个警方这边拍 同时还有媒体在说警方在骂他们 然后可能会在有后面有示威者跑过来 说一句然后又跑回去 因为他们都知道有这个媒体一层保护 这个就看起来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那么克制的警方的话 我相信香港媒体也不敢在那边站着 来自澳大利亚 目前在香港工作的资深主持人 记者麦子在接受专访时 不时表达着自己在新闻报道中的金额和困惑 香港社会风波持续五个多月 在暴力现场 有不少身着荧光衣的媒体人的身影 他们用文字或镜头记录着事态的变化 麦子也是时常出现在新闻现场的议员 他觉得香港的新闻环境宽松自由 给予不同立场的媒体发生的空间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可他也留意到 自由的传媒环境之下 部分媒体并没有承担起全面客观报道的责任 有些媒体横根在警方与示威者之间 甚至充当起示威者的保护层 大部分时间将镜头对准警方的执法行动 这些画面麦子在前线采访中以司空见惯 也有部分媒体侧重于耸动的细节 而非完整的事实的描述 作为头条的新闻生产方式 也令其印象深刻 比如说在群湾那个时候有警方开枪 然后很多的头条 并不是说为什么是开这个枪 就是他是为了保护生命而示警 而不是说威胁人 如果你是放在美国 警察开枪 基本上是不会登新闻的 那么反而到香港来 警察一开枪 那就变成是所有媒体都要转载了 的一个事情了 抢警方警察的这个枪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说明有可能会导致 一个失控的一个场面 但是呢 开枪来控制这个现场 那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所以呢 真的是这个偏见太严重了 麦子认为 选择性报道 暴露出部分媒体 在判断新闻价值时 存在严重偏见 自由的新闻环境之下 传媒本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可麦子觉得 一些媒体的行为 拼颇自私 在警方举行的记者会上 他曾两次目睹 有记者带着头盔抗议 手持激光笔进行示威活动 最终令到记者会 无法照常举行 记者会那边本来就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索取信息的一个平台 那如果是把这个平台 转化成自己的一个 示威抗议的一个平台 这个是对整个社会都不公平了 因为警方也不能另行 再开一个记者会 让大家知道信息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 本来就非常自私的 媒体的片面报道虽然存在 但麦子也观察到 这种状况近来或许有了些许改变 香港艺人马蹄路 因拍摄街头暴力行为 被激进示威者私了 澳大利亚7号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将他带离人群送去医院 并在事后 如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麦子坦言 佩服7号电视台的勇气 我相信他这个时候做的决定 而且他上面的领导 支持他去做一个真实的描述 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是面对舆论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其中一个台 其中一个媒体 要说跟其他媒体都不一样的话 真的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很欣赏这个7号电视台 能操流利中文的麦子 十多年前来到中国 便被香港的开放和包容所吸引 选择再次开创人生事业 今年6月以来 他奔跑在香港街头 活跃于新闻事件中 与示威者对谈向警方提问 也观察着其他媒体同行的举动 以一个外人的身份 经历着这场社会风波 麦子认为 世界一直是变的 香港人的心态也需要一些改变 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在变 如果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 没有变化的话 那就是 那只能是落后于世界 对吧 所以呢 我认为香港是有未来的 但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